原住民族吉利岛地区部落社区健康营造全国观摩会 聚集来自12个县市卫生局及52个健康营造中心 彼此分享在各部落的健康营造经验及方法 提升专案经理的在地思维及专业能力 卫福部希望以卫生所为中心 整合在地的健康医疗及长照资源 我们希望卫生所在地是一个很重要不可被取代 也是过去在历史上很主要的一个医疗资源 那同下而上怎么能够去把这个健康的连续线上面 把它做一个整合 那把这个健康促进医疗招务跟长照需求 能够做一个对话 这次担任地主的平农县政府 过去长期关注部落的老人日照及关怀 配合卫福部的健康营造政策 他们也广设各村落的服务据点 我们的步点率已经高达90点多了 我们有很多的乡镇是每一个村都有 我们已经到每一个村都有 部落健康站或者是那个关怀祭典的部分 所以这是我们在办理这个工作上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在部落里面要怎么结合部落里面的一个资源 再来就是我们慢慢地再结合一些文化的元素 心灵的元素能够把心理跟灵性跟文化带进去 所谓的健康的营造的一个计划里面去 承办健康营造计划的台湾原住民医学学会表示 原乡的健康促进必须结合文化和教会 除了医疗上的招呼还有心灵上的抚慰 期待逐渐改善原乡族人的健康现况 记得棒 屏东室称呼不到